东汉末年,曹操在徐州广招人才,谋臣武将纷纷前来投靠,势力迅速壮大起来,于是曹操在徐州境内安营扎寨,并派人去接他的父亲和家人。 曹操的父亲及家人来到徐州境内,徐州太守陶谦想结识曹操,就热情地接待了曹操,还派了部将护送他们。 没想到,陶谦的部将却在路上杀了曹操的父亲及全家老小,抢劫了财物,跑了。 曹操得知父亲被陶谦的部将杀害,非常悲痛,也不问清红皂白,马上率领大军包围了徐州,要为父亲报仇。 陶谦坚守不住,赶紧派人向北海太守孔荣求救。 孔荣自己也力量单薄,当时正被黄金军将领管害围住,派人向刘备求援。 刘备马上领兵前来,解了北海之围,孔荣又请刘备帮忙去解徐州之围。 刘备欣然答应,就带关羽、张飞和赵云等人与孔荣一起去救徐州。 刘备先带着张飞杀开一条血路,进入徐州城内。 刘备对陶谦说, 我先给曹操写封信,劝他退兵,如果他不肯听,我们再同他交战也不迟。 曹操接到信,气得暴跳如雷,大骂道, 哼,刘备是什么人,竟敢来劝我,我要把送信的人杀了,马上攻城。 曹操手下有个叫郭家的谋士,马上劝住曹操,说。 刘备远道而来救援徐州,他先给主公写信相劝,事先以礼貌相待,如果行不通,再说用兵的事。 主公也应该先好言好语地回复他,以松懈他的戒心,然后再进兵攻城,城就肯定可以被攻破。 曹操非常钦佩郭家的才能,听了他的劝告,就冷静下来,想想也的确是有道理,就听从了他的建议。 小朋友们,先礼后兵,就是来自这个典故,指的是办事情时先礼貌争取,实在不行呢,再使用强制手段。